叶诺丽 水王子不可能和王墨在一起 独西飞第一个出来 反对精灵梦叶诺丽已经播出了六季了 这个故事从刚开始的单纯的讲述一个小女孩拥有魔法的故事 依然演变成了一出爱情偶像剧 片中各位痴情爱恨 各种三角关系 水王子一出场就莫名其妙的爱上了王墨 就莫名其妙的献出了自己的千年灵丹 就莫名其妙的拿出了玲珑宫里所有的宝物 是为了求王墨留在他身边 但是没想到王墨拒绝了他 水王子虽然有些难过 但是依旧痴心不改 时时处处的暗处帮助王墨 时时处处在有王墨出场的战斗里放水 时不时的还深情相拥 动不动就翘动转个圈 水王子这个冰块一样的臭脸 只有一见到王墨才会笑 小编特意观察了水王子和王墨在一起时的表情 他所有带笑脸的镜头 都是面对着王墨的时候 水王子这样用心良苦 而想要得到王墨的芳心 可是却对自己的妹妹说 不准他靠近人类 水王子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 在玲珑宫里非常孤单寂寞 想要有人陪 可是对于冰公主动在冰块 却置之不顾 当然今天的主题不是吐槽水王子 不是一个合格的哥哥 而是水王子如果想和王墨在一起 仙境里第一个赶出来反对的仙子 只有渡西飞 黄尊和高太明为了争夺白光领 两人在灵溪和打斗 当从仙纷纷指责黄尊 想让高太明和白光领在一起时 只有渡西飞选择了支持黄尊 他的理由是仙子和仙子在一起 天经地义 仙子和人类在一起 成何体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